奇迹课程第二章 分裂与救赎 一 分裂之时 推恩或延伸 to extend 乃是上主赐给圣子的基本能力 上主在创造之初即已将自己的生命延伸到他的造化之中 赋予他同样的爱与创造的愿力 你不只是圆满的受造物 而且还是完美的受造物 在你内 虚无没有藏身之处 你如此孝似你的造物主 必然充满创造力 上主儿女不可能失去这种能力 因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禀赋 然而他却能忘用创造的天赋 把他扭曲为投射 每当你相信自己有所欠缺或虚无 并且企图用自己的观念而非真理去填满虚无时 推恩能力便被扭曲为投射了 扭曲过程通常会历经下面几个步骤 首先 你相信自己的心念改变得了上主的创造 其次 你相信完美之物可能变得不完美或有所欠缺 其三 你相信你能够扭曲上主的造化 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 其四 你相信你能够创造自己 你想把自己创造成怎样 完全取决于你 这一连串的扭曲最后呈现给你的图像 就是分裂的世界或恐惧的企图 分裂之前 这一切根本不存在 即使当下此刻 它其实也不存在 凡是上主创造之物 必然孝似于他 上主儿女的推恩能力 只因同样出自上主 故与他由天父成绩而来的内在光辉 异曲同工 他的真正源头出自心内 不论是天父或是圣子 都是如此 由此推之 整个造化不止包括上主创造的圣子 还包括了心灵已痊愈的圣子 所创造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靠上主赋予圣子的自由意志 因为所有爱的造化皆同出一元 来自上主平白的恩赐 为此 造化的每一部分都属于同一层次 在伊甸园或是天人分裂以前 心灵原是一无所缺的 当亚当听信蛇的谎言时 他所听到的均非真相 除非你甘愿受骗 否则你无需继续听信那些不实之言 那一切真的会在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它本来只是一种妄见misperception而已 然而 梦中的一切看起来真实无比 有趣的是 圣经仅仅提到当睡着了 却不曾提到它的苏醒 这个世界不曾有过全面的觉醒 或全面重生的经验 只要你继续投射project或妄造miscreate下去 就没有重生的可能 尽管如此 重生的机会仍在你内等着你推恩出去 一如上主将他的圣灵推恩于你那般 在实相里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因上主之所以赐你自由意志 原是为了给你创造完美的喜悦经验 归根究底 所有的恐惧都是出自你认为自己有篡夺上主大能的本事 这一基本妄念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你也从来没有这种本事 这是你终将有恐惧中解脱的保证 你唯有接受就熟 方能振脱恐惧 你才会明白这一切错误其实从未真正发生过 亚当是在沉睡之后 才陷入噩梦的 假设有一盏明灯突然照到正在做噩梦的人身上 他必会把灯光全视为梦中一景而更加恐惧 直到苏醒之后 他才会正确地了解那光明 因为他已经脱离了梦境 梦里的种种顿时显得虚幻无比 这一解脱不是借幻象之助 而是靠真知的光照 他不仅还你自由 还清清楚楚地让你看到自己本来就是自由的 不论你过去受到什么蒙蔽 都无碍于奇迹的出现 他能同样轻而易举地治愈所有的谎言 望见在他眼中没有大小轻重之分 他唯一的任务只是分辨真理及谬误 不再混淆 有些奇迹可能比其他奇迹壮观得多 可是 别忘了奇迹原则第一条 奇迹没有难易之分 在实相里 任何缺乏爱心的行为都无法伤你分毫 不论那是来自你自己或他人 也许是你对他人而发的 也许是他人加诸于你的 平安乃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 你无法由外寻的 向外追求本身即是生病的征兆 内心的平安才是健康的标志 它能使你在缺乏爱心的外境中屹立不遥 即使是缺乏爱心之人也会因着你所接纳的奇迹 而获得修正的机会 二 救赎的防护作用 你能够做到我所要求的任何事情 我鼓励你去行奇迹 让你明白奇迹乃是出自我们的天赋本能 具有修正及疗愈的作用 而且无远伏见 奇迹无所不能 但你心中若有所疑虑或恐惧 你便行不出奇迹 你若害怕任何东西 表示你已认可它有伤害你的能力 别忘了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在那里 你重视什么 就会对它信任不已 如果你心怀畏惧 表示你的评估有误 你的理解会跟注做出错误的评估 你若赋予所有念头同等的威力 你的平安便难以立足 为此 圣经才有超乎人所了解的平安一说 没有一个错误撼动得了上主的平安 他否认了任何不是来自上主之物 具有左右你的能力 这是使用否认最上乘的手法 以你用它修正错误 而非隐瞒任何事情 它将所有错误一起带入光明之中 既然错误与黑暗是同一回事 光明一现 错误自然获得了修正 真实的否认 是一道有力的保护机制 你能够也应该否认任何要你相信错误能伤害你的信念 这种否认无意隐瞒事实 它是一种修正 而这是一切证件right mind的基础 否认错误 是对真理的有力保护 否认真理 则会使你扭曲了天赋的创造力 而造成小我的投射 否认错误 能够释放心灵 重建自由意志 为正见效力 意志如果真正自由的话 是不可能妄造的 因为他的眼睛为真理是瞻 你可能保护真理 你也可能保护错误 你若先肯定了目标的重要性 就不难了解它的方法或手段 真正的问题在于 它的用意究竟何在 每一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财宝 这是自发的本能 你究竟在珍惜什么 以及你珍惜它到什么地步 这才是关键所在 你一旦学会如此反问 且将这一反问带入所有的行动 你不会看不清 那些手段背后的真正企图 只要你求 方法随时都有 你在这一关上若不再无谓的拖延 你必会省下不少时间 焦点一旦对正了 所缩短的时间是难以估计的 只有救赎的防护作用 不会为你带来后遗症 因为它的实践方法不是出自你的手 救赎原则远在它启动之前便已存在 这原则即是爱 救赎只是爱的行动而已 在分裂之前 不需要这种行动 因为时空的信念尚未出现 直到分裂之后 方有救赎计划 以及完成救赎的种种必要措施 那时人们才需要这种防护的妙策 人们有可能拒绝它 却无法误用它 因此 即使被拒绝了 它也不会像其他的防卫机制一般 即可转变为攻击的武器 为此 救赎成了唯一不具双面刃的防卫措施 它只会带给人疗愈 救赎早已潜入了人类的时空信念 这一内在预设 为人们对时空的信赖 与需求设置了上限 一切学习最后是靠它而完成的 救赎是人生最后的一刻 这一学习历程就像上课的教师一般 只是暂时的施设 当你进入无需改变的境界时 学习能力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在生生不已的永恒里 无事可学也无道可修 在世上 你仍需学习改进自己的知见 成为一位虚心就教的好学生 这会使你的频率 与圣子奥体越来越相应 然而 圣子奥体原是完美的创造 而完美是没有程度之分的 只要你还相信万物有别的话 学习变成了一件深具意义的事 进化是一种过程 你好似一级一级的推进 每向前迈出一步 便修正了前一步的错误 因此你的前进其实是一种回归 这由时间的角度来讲 确实难以理解 救赎的功能即是帮你在前进之际 摆脱过去的束缚 它化解了过去的错误 使你无需重蹈覆辙 而延误了规程 从这一方面来讲 救赎确实能为我们节省不少时间 但它像奇迹一样 是为时间服务的 而非废除时间 凡事需要救赎之处 就需要时间 整个救赎计划 从头到尾都与时间建立了极为特别的关系 在救赎完成以前 每一阶段都有赖时间才能进行 但整个救赎本身确立于时间的尽头 它由那一尽头为我们架起了一座回归的桥梁 救赎是一种全面性的承诺 它很可能让你联想到某种失落 所有与上主分裂的圣子多多少少都犯了这一错误 人们很难相信 没有反击能力的防卫措施才是最上乘的防卫 此即福音所言 温良的人将要成绩大地之意 这个力量会使他们所向无敌 能攻能守的防卫机制在本质上必然动辄得救 因它的双面刃会随时出乎意料地刺伤自己 只有奇迹能帮人回避这一陷阱 奇迹会把救赎的防卫机制转变为你真正的护身符 等到内心越来越笃定之后 你便能发挥保护他人的天赋 因为你知道你是他的弟兄 和他一样 同是上主之子 三 上主的祭坛 唯有先释放出内心的光明 你才可能从心内接受救赎 自从天人分裂以来 人类的防卫措施几乎全是用来防御救赎的 如此才能继续分裂下去 人们通常都以身体需要保护作为防卫的借口 误以为身体可以充当救赎的工具 这一扭曲的信念 使心灵对身体产生种种不实的幻想 将身体视为一座圣殿 只是修正着曲解的第一步而已 它只改变了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 至少它已认清 救赎是不可能由形体层次着眼的 它还需要进一步体认出 那圣殿绝不是有形的建筑 真正的圣所位于内心深处的祭坛 那里才是整个圣殿的核心 只知着眼于建筑的美轮美奂 显示出人心对救赎的借据 存心对祭坛静而远之 圣殿真正的美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 唯有具备完美会见的灵性之眼 方能视而无睹外在的建筑 唯有那座祭坛历历在目 救赎必须置身于内在祭坛的核心 方能发挥最圆满的功效 化解分裂状态 恢复心灵的完整 心灵在分裂以前原是大无畏的 因为恐惧还不存在 分裂与恐惧都是出自心灵的妄造 必须先行化解 心灵才可能重整圣殿 开启祭坛 接受救赎 救赎在你内安置了一个有力的防卫机制 足以抵制所有分裂之念 使你不受其害 分裂之境就是如此获得疗愈的 所有的人终会接受救赎的 这是迟早的问题 因为最后的抉择早已注定 这说法好似与人的自由意志相抵触 其实不然 你可以因寻苟且 你能够尽量拖延 但你无法与造物主一刀两断 因他已为你的妄造能力射了线 身不由己的意志 不论如何兴风作浪 到了某个程度都会感到难以忍受的 人忍受痛苦的耐力虽高 终究有其限度 迟早 心灵会隐隐地冒出一念 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才对 当这一体会越来越根深底固时 变成了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念终将唤醒人的灵心慧眼 不再像以前那么坚持肉眼之鉴 当你还在两种之鉴层次之间往返不定之际 心中难免有所挣扎 甚至爆发为强烈的冲突 但最后的结果必如上主一般毅力不咬 灵心慧眼确实看不到错误 在他眼中只有救赎 肉眼所寄望的一切解决方案从此彻底销声匿迹 灵心慧眼只会往心内看去 一眼看出自己的祭坛经蒙尘 急需整修和保护 他彻底明了了正确的防卫途径 故能罔顾其他伎俩 也能罔顾任何过错 他的眼光直指真理 灵心本着慧眼之力 甘为灵性所用 心灵一旦恢复了原有的能力 自然越来越难容忍 寂言残喘的生活 明白那是自作孽而已 结果 心灵会对以往习以为常的小小不安 越来越敏感 上主儿女凭着全然的信任 而活得安心自在 这原是上天赋予他的权利 在抵达此境以前 其他无畏的尝试或不当的安心法门 只会浪费自己的生命 和真实的创造力 真正的法门早已提供给他们了 甚至不带他们的努力 这是因为祭坛本身的崇高神圣 只有救赎是唯一值得 献于上主祭坛的礼物 心灵的祭坛 既是上主完美的创造 堪当接受完美的献礼 上主与造化之间 是全然相互依存的 上主仰赖他们 只因他们是他的完美创造 他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了他们 使他们坚定不移 不受蒙蔽 畏惧之心一起 表示你已被蒙蔽了 你的心已无法侍奉圣灵 这有如剥夺了你的日用食粮 使你终日饥饿难熬 没有儿女的上主是寂寞的 没有上主的儿女也是寂寞的 圣子必须学习把世界当成治愈分裂的道场 唯有救赎能为他们的成功提供终极的保证 四 疗愈是由恐惧中解脱 我们在此所强调的乃是疗愈 奇迹只是方法或手段 救赎是它的原则 而疗愈则是必然的结果 疗愈的奇迹这种说法已把两种不同层次的现实混为一谈了 疗愈不是奇迹 救赎 才是最终的奇迹 它是真能让人要到病除的解药 它所解除的究竟是哪一类错误 无关紧要 所有的疗愈 根本来讲都是帮人有恐惧中解脱 若要走上这一疗愈之路 你心里不能怀有恐惧 因为恐惧一起 你就无法了解疗愈的道理了 救赎计划里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它能化解每个层次的错误 一解百解 疾病也好 忘见也好 都是层次混淆的后遗症 因它会误导人们相信某一层次所出的差错 会牵连到另一层次 我们曾提过 奇迹乃是修正层次混淆的良药 因为每个错误必须在它发生的层次上就地修正 只有心灵才会犯错 身体是因为妄念的误导才做出错误反应的 身体本身没有造劲的能力 相信身体有创造能力 正是引发形形色色生理病症的元凶 身体的疾病不过反映出病人对怪力乱神magic的信念罢了 最生出怪力乱神的那整个乱象 又是源自相信物质具有超乎心灵所能掌控的创造力 这一信念 这一谬物通常会以两种形式出现 不是相信心灵能够在身体内妄造 就是相信身体能够在心灵内妄造 唯有彻底了解心灵是唯一有能力创造的层次 连它都无法越界而造 上述两种混淆就无从而生了 只有心灵能够创造 因为灵性早已创造出来了 至于身体 它只能充当心灵的学习教具 学习教具并不代表课程本身 它们的目的只是提供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 即使物用了这一教具 最坏也不过错失了一个学习机会而已 它本身没有能力造出你在学习过程中犯下的那些错误 你对身体若有一番正确的了解 它便会像救赎一样 使你免于双面刃的遗害 这并不表示身体就是奇迹 而是因为身体在本质上就没有承受这种扭曲的余地 身体只代表你在物质世界的一种经验而已 它的能力确实常被人高估了 然而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它在世间所占的一席之地 想要否认身体的人 它所行使的否认能力是最不值得的 我之所以说它不值得 是因为我们无需透过否认非心灵之物来保护心灵 我们如果否定了心灵这种不幸的取向 等于否定了整个心灵的能力 你若接受各种物质性的身体疗法 就等于再次重生怪力乱神的运作原则 它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 相信自己的疾病是身体构成的 第二个错误即是 它企图用本无创造能力之物来治疗身体 我并不是说利用物质能力来达到修正目的 本身是件邪恶的事 有时候人心已被钳制于疾病的魔掌下 一时难以接受就熟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还是利用身心所能接受的权宜之计 暂时相信外来之物具有疗愈功能 因为加深人的恐惧 对妄见或疾病中人百害而无一意 恐惧已使他们预阵乏力了 若在他们的心里尚未准备妥当以前 就像他们引荐奇迹之方 凡会使他们进退失据的 因为之间已经颠倒的人 不可能不是奇迹唯未图的 救赎的价值是无法靠他所呈现的形式来衡量的 事实上若要真正发挥大用 他必须以最有利于领受者的形式出现才对 也就是说 奇迹必须按照领受者所能了解 而且不害怕的方式呈现 才可能功德圆满 但这并不表示这种奇迹 就是他与上主交流的最高层次了 而是说 他目前所能接受的最高交流层次 仅止于此 奇迹的整个目标不外乎提升人的交流层次 他绝不会加深人的恐惧 而降低了交流层次的 5.奇迹志工的任务 奇迹志工Miracle Workers 在展开他们在世的任务以前 必先充分了解人们对解脱的恐惧 否则他们会无意中助长了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 解脱不过是另一种束缚 这一望见又是出自我们可把伤害陷于身体上的信念 因为我们深恐心灵有伤害自己的能力 这些错误实在无理可遇 因为心灵妄造出来的一切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这种认知远比任何一种层次混淆更具有保护功效 因为它能在犯错的那一层次上就地修正 切莫忘记 只有心灵具有创造的能力 而且修正属于思想层次的事 我在此不妨再重申一次 前纹的要指 灵性始终完美无缺 因此不带任何修正 身体的存在是为充当心灵的学习教具 这个学习教具无法犯错 因为它本身没有创造力 因此 寻寻善用心灵舍弃它的妄造 等于帮助心灵具体发挥它的创造力 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怪力乱神已经落入失心状态 mindless 勿用了心灵的力量 治疗身体的药物其实与符咒的作用无益 但你若仍然害怕心灵的疗愈能力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你的心灵会因着恐惧而情不自禁地妄造起来 即使疗愈发生于眼前 都很可能被你曲解 何况 恐惧常与自我中心沆陷遗弃 使你更难接纳疗愈的真正源头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暂时仰赖治疗身体的药物比较妥当 至少你不会把它们误解为自己的创造 只要你内心还认为自己脆弱不堪的话 最好暂时放下行奇迹的意愿 我已经说过 奇迹不过是奇迹心智自然的呈现 所谓奇迹心智 是指怀有正见心境 right mindedness 具有正见之人 既不会高估给出奇迹的一方 也不会低估领受奇迹的一方 然而 奇迹无需等到领受者生出正见之后 才发挥修正之效 事实上 奇迹的目的即是帮他恢复正见 关键在于 奇迹志工本人在行奇迹之际 必须怀有正见 不论多么短暂 否则他是不可能帮助对方重建正见的 治疗师若已是自己的准备或功力 凡会伤及自己对奇迹的了解 你无需挂虑自己准备就绪与否 只要信得过我 你就万无一失 你行奇迹的用心如果没有发挥正常的功效 表示你的正见已受到恐惧的侵扰而颠倒了真相 不论哪一种旺见 都与自己不肯亲自接受救赎脱不了关系 你一旦接受了救赎 便不难看出 需要治疗的正是那群尚不明白正见及疗愈的人 奇迹志工的唯一责任即是亲自接受救赎 这表示你已认清了心灵是唯一具有创造力的层次 也明白了只有救赎才能疗愈心灵所犯的错误 你一旦接受这个观念 你的心灵便只有疗愈的能力 你会抵制心灵内任何破坏的潜能 恢复它纯粹建设性的力量 如此 你才化解得了他人心内的层次混淆 如此 你等于传送给他们一个讯息 他们的心灵也具有同等的建设力 以及他们的妄造伤害不了自己 其他心灵会因着你的肯定而不至高估了自己的学习教具 让心灵重新看清自己仍是学徒的真实身份 我不妨再强调一次 身体既无法创造 也无法学习 身为学习教具 它只可能听从当事人的决定 身体若喧宾夺主 凡会严重阻碍了它原先带给人的学习机会 只有心灵才可能接受光照 灵性始终充满光明 身体却充满了挚爱 然而 心灵却能为身体带来光明 使它明白自身并非学习主体 故也无法接受改造 不过 只要心灵学会越过身体而投向光明 身体自然会与心灵同步 修正性的学习有赖于灵性的觉醒 不再信赖肉眼之见 这常会引发人心的恐惧 因为你害怕灵性之见可能显示给你的真相 我先前说过 圣灵从不着眼于错误 它会越过错误而互卫救赎 这势必让你坐立不安 幸好 这一支箭所带给你的最终结局 不仅止于不安而已 只要你有勇气 让圣灵看一下心内污损的祭坛 它就能帮你当下看见救赎之所在 它所看到之物绝不会导致恐惧 凡事出自灵性意识之见 必会将人导向修正 你的不安不过帮你意识到 自己却有修正的必要 人之所以会害怕疗愈 归根究底 是由于他不愿坦诚 自己有待疗愈 肉眼之见无法带给人修正之效 身体这类有形教具 已无法修正任何错误 只要你还把肉眼显示给你的现象 当真 你的修正意向便已步入了歧途 它会遮蔽你的真实会见 指引你仍不忍证是心内污损的祭坛 你若看不见自己的祭坛已受污损这一事实 你的处境只会每况愈下 雪上加霜 疗愈是天人分裂以后才发展出来的能力 在此之前根本无此需要 它和其他时空信念一样都是权宜之计 然而只要你还活在时间内 你就需要疗愈作为你的保护 这是因为疗愈需以爱德charity为基 真正的爱德是指你能认出他人的完美 即使你还认不出自己的完美 你在世间学来的高瞻远瞩之见 绝大部分都受限于时间 只有爱德还能隐约反映出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之爱 那真爱是你心目中的爱德所望尘莫及的 爱德是正见心境不可缺少的因素 即使它的功能有限 却是你此生可修的功课 爱德代表一种看人的眼光 能在对方身上看出他此刻尚未修成的境界 对方因着想法有误而无法看到自己的救赎 否则他就不需要别人的爱德来助他一臂之力了 他最需要的爱德即是 不只帮他认出自己有待援助 同时肯定他迟早会接受帮助的 这两种之间都清晰地影射出时间的因素 由此可见 爱德仍受世界的种种限制 我先前说过 只有启示能够超越时间 奇迹只是表达爱德的一种形式 它最多只能帮你节省一些时间 然而 你必须明白 你每向别人行一个奇迹 你同时为双方缩短了你们的苦难 他不只会向后修正过去 还会向前修正未来 一 奇迹志工的专用守则 奇迹全面撤除了心灵较低层次的需求 由于他的时间模式独具一格 一般的时空因素限制不了他 当你行奇迹时 我会配合你的需要而重新调整时间与空间的 二 奇迹志工必须具备分辨妄造与创造的能力 不论哪一种疗愈 都需要先彻底修正支剑上的层次混淆 三 切莫混淆了正剑与妄剑两种心境 除了疗愈之愿以外 你若以其他任何方式去回应任何错误 表示你已陷入了混淆 四 奇迹只是否认这一错误而重申真相而已 唯有出自证件的修正方式才可能产生时效 从现实效益来说 凡是没有真实效果的 就不能算是真的存在 它的影响必然十分空洞 因它没有实质内涵 最后只能沦为投射 五 奇迹具有调整层次的功能 为疗愈提供了它所需的正直剑 若非正直剑 你是不可能了解疗愈的 除非宽恕能带来修正之效 否则它只是一种空泛的姿态而已 缺了修正功能 宽恕基本上已沦为一种评判 丧失了疗愈的能力 六 奇迹心智下的宽恕 纯粹是一种修正 丝毫没有评判的意味 父啊 宽恕它们吧 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句导词 丝毫没有评判众人的所作所为 它只求上主疗愈它们的心灵 一句也不提这错误可能导致的后果 因为那无关紧要 七 我曾劝告门徒们要同心一致 因为这是接受启示的先决条件 而我请求他们这样做以纪念我时 则是期许奇迹志工之间携手合作 这两句话在时相中属于不同层次 只有后者才涉及时间因素 因为纪念意味着现在回忆过去 时间属于我的管辖 超时间之境则属于上主 在时间领域内 我们为彼此而活 而且是相依共存 在超时间之境 我们则与上主同在 八 为了他人以及你自己的疗愈 你是大有可为的 只要你一听到求助之声 不妨这样提醒自己 我在这儿 纯粹为了利益众生 我在这儿 只代表派遣我的那一位 我不担心自己该说什么或做什么 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自会指点迷津 他希望我去的地方 我必然欣然前往 因我知道他与我同行 只要我肯用他的方式去治疗 我便疗愈了 路 恐惧与冲突 畏惧好像是身不由己 非你所能掌控之事 但我已说过 只有正面的行为 才应是身不由己的 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 不妨交给我来处理 至于重要的事情 我需要你的同意 才能为你指点迷津 我不可能为你控制恐惧 但它是可以自我控制的 恐惧杜绝了我把自己的掌控力 给你的机会 恐惧的出现 表明你已抬举身体之念 让它混入了心灵的层次 使我爱莫能助 你才会感到自己不能不为它负责 这是层次混淆的一个具体实力 我不会助长层次混淆的错误 这得靠你下定修正的决心才行 你不能再包庇自己神志不清的行为 推说身不由己或欲振乏力了 你为何继续放纵脑子里神志不清的念头 除非你能看清自己已经把这两种层次搞混了 你的状况才有好转的可能 你也许还认为 你只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而不必对你的想法负责 事实上 你只能为你的想法负责 因为只有在这一层次上 你才有选择的余地 你的行为乃是出自你的想法 即使你赋予自己的行为一种自主权 你也无法自觉于真理之外 只要你肯把自己的想法交托给我 我自然会为你指点迷津 当你开始害怕时 显然你又在纵容自己的心思妄造 而拒绝我的指引了 你切自相信 只要控制得住妄念所形成的后果 你便会疗愈的 这种想法毫无根据 你内心的恐惧不过显示出 你已做了错误的选择 你才会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需要改变的是你的心 而不是你的行为 这纯粹是怨心的问题 而也只有在心的层次上 你才需要指引 也唯有在那可能改变的层次上 才有修正的余地 改变 不是针对外在症状的层次 外在的改变是无济于事的 修正你内心的恐惧 那才是你的责任 你若求我帮你有恐惧中脱身 好似声明那不是你的责任 你该求我帮你面对 那让你恐惧的制约心态 构成恐惧的因素 必然脱离不了分裂之愿 在那层次上 你是可以选择的 你过于放纵自己杂念纷飞 任凭心灵 妄自造作 由它衍生出来的具体问题 其实并不重要 问题背后的基本错误 才是关键所在 修正本身都是一样的 在你决定行动之前 不妨向我探问一下 你的选择是否与我的一致 你一旦确定两者如出一辙 恐惧便无由而生了 你之所愿与你之所行 一旦产生矛盾 就会形成紧张状态 而恐惧正是你紧张的标志 它会引发两种反应 第一 你决定去做相互矛盾的事情 也许同时进行 也许先后进行 它所构成的矛盾行为 连你自己都难以忍受 因为别有企图的另一部分心灵 会感到愤愤不平 第二 你会去做你认为应该做的 却做得心不甘 情不愿 你的行为纵然前后一致 内心却受到极强的拉扯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 你内心的感觉与外表的行动 无法表理如一 这时你总在做些 自己并不真想做的事情 那种不得不的压迫感 容易激起内心的怨愤 最后只好投射出去 只要恐惧犹存 表示你心智未艰 你的心才会如此分裂 所作所为不免反复无常 你若只想修正行为的层次 最多只能把第一类错误 转变为第二类的错误 无法根除你的恐惧 终有一天 你会毫不勉强地 把自己的心交托给我指引的 只是目前你尚未培养出这一怨心 除非你心甘情愿 圣灵无法强迫你去做任何事情 唯有别无二心的决定 才激发得出行动力 但你必须先认清 实现上主的旨意等于完成自己的心愿 你才不会感到压力 这一课题其实十分简单 却特别容易被忽略 因此我才会反复提醒 请你仔细聆听 只有你的心才可能制造恐惧 当它的愿望开始自相矛盾时 恐惧才会滋生 你的所愿与所行无法一致时 焦虑是所不免 你必须先把目标统一起来 这一错误才有修正的可能 化解错误的第一步修正 便是明白内心的冲突 只是恐惧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你应这样告诉自己 你一定不知怎地 做出一个与爱相反的选择了 否则恐惧无有生出 由此可知 修正的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你接受更大的救赎方案的 几个具体步骤而已 这些步骤可以归纳如下 先明察这个冲突 其实就是恐惧 恐惧是由缺乏爱心而引起的 缺乏爱心的唯一对质妙方 便是完美的爱 完美的爱就是救赎 我已经强调过了 奇迹 也就是一种具体的救赎 他是尊贵的人 对另一位尊贵的人 所表示的一种敬意 救赎 不过重新肯定了他们的价值 那么 当你害怕时 显示你的处境急需救赎 同时透露了你这选择 不是出自爱心 才会做出缺乏爱心的事 救赎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的 他是因应众生 渴求解脱其苦而现行的 你若只意识到自己需要救赎之方 仍不足以摆脱恐惧 唯有实际接受这一妙方 你才可能杜绝恐惧 这才可能带给人真实的疗愈 每一个人都有过恐惧的经验 只要具备一点正思维的能力 你便不能看透恐惧的成因 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心灵的真正能耐 世间没有一个人可能随时 且全面地意识到他的大能 然而 如果你希望少受恐惧之苦 你不只需要明白一些事 还得明白得彻底才行 心灵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绝不会失落自己的创造力 他不眠不休 时时刻刻都在创造 思想与信念汇聚成的高压能量 却有一山倒海之力 这对许多人是不可思议的事 乍看之下 相信自己有此大能 好像是种傲慢 然而 这并不是你不相信的真正原因 你宁可相信自己的心念 产生不了真正的作用 因为你真的很怕自己的心念 你希望这样能够减轻一些罪恶感 但你却付出了把心灵 视为无能的沉重代价 你若相信自己的想法 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即使你不再那么害怕它 但是 你也不可能尊重它了 没有无谓的念头 这一回事 你所有的想法都会在某个层次 产生某种有形后果的 七 因果关系 你很可能一边抱怨恐惧 一边却纵容自己 沉溺于恐惧之中 我已经表明了 你不能要求我替你摆脱恐惧 我知道它根本不存在 问题在于你不知道 如果我在你的想法及其后果之间插手干预 等于干犯了世间最基本的因果律 也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则 如果我藐视你思想的力量 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这也与本课程的宗旨背道而驰 最好的办法还是提醒你 你对自己的心念防范的不够周密 你也许感到此刻只有奇迹救得了我 确实如此 只是 你尚未养成奇迹心境的思维模式 但这是可以训练的 所有奇迹志工都需要这种培训 我不愿看你如此放纵自己的心念 否则 你就无法助我一臂之力 你若真想行奇迹 必须先彻底认清心念的力量 才不会滥用你的创造能力 否则 你就得等另一个奇迹 先来颁证你的心灵 如此 你便落入了循环论证的漩涡 一反奇迹有意瓦解时间的初衷 奇迹志工必须打从心底 尊重真实的因果律 因为那是奇迹出现的先决条件 奇迹与恐惧都是出自心中的一念 如果你不能自由地选择其一 你也不可能自由地选择另一个 你若选择奇迹 纵然只是一时兴起 至少在那一刻 你拒绝了恐惧 世间没有一人或一物 不会让你心存畏惧 你怕上主 怕我 怕你自己 只因你已曲解 或更好说是妄造了我们 而只要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你不可能不相信它的 话说回来 若非你由衷害怕自己的念头 你何苦如此妄造 心怀恐惧的人 不可能不妄造的 因为他们早已曲解了 创造的真相 你一开始妄造 便免不了受苦 因果律 因果律纵然只有暂时的效用 它仍能反过来 助你一臂之力 推到究竟 绝对之音这一词 只适用于上主 圣子则是他的绝对之果 在这绝对层次的因果关系 和你在人间打造的因果 完全是两回事 世间最根本的冲突 说穿了 不过就是创造与妄造之间的冲突 所有的恐惧都藏身于妄造的世界 所有的爱 则寄身于上主的造化中 因此 这冲突其实就是爱与恐惧的冲突 我先前说过 你相信自己控制不了恐惧 只因它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正因你如此相信 好似更纵容它超越你的掌控 然而 企图驾驭恐惧来解决那个错误 也会同样的徒劳无功 认定恐惧需要予以掌控 反倒助长了它的威力 真正的解决途径唯有爱 然而 在过渡期间 内心难免会冲突叠起 因为你目前的处境 仍然相信某种根本不存在的力量 虚无 Nothing与一切 Everything是不可能并存的 相信一方 等于否认另一方 恐惧是地道的虚无 爱才是一切 光明一进入黑暗 黑暗便消失了踪影 你相信什么 它对你就是真的 由这层意义来讲 分裂确实发生了 否定它的存在 表示你已误用了否认的力量 但是 你若把注意力集中在错误上 只会让你愈陷愈深 修正的第一步 必须暂且承认问题确实存在 这不过表示 它有待及时的修正罢了 承认问题存在 有助于人心 加速接受救赎 我必须再三强调 虚无与一切之间 终究地说 没有妥协并存的余地 时间基本上只是一种教具 所有的妥协心态 必须透过时间才能放下 表面看起来 你是一步一步地放下这个妥协 其实 时间所包含的时段性并不存在 只因人已误用了创造能力 时间才变成一项不可或缺的修正教具 福音有言 上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于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这段话只需稍微改写一下 便能衬托出话中深意 上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把世界赐给了自己的独生子 切莫忘记 上主只有一个圣子 既然一切造化都是他的圣子 那么每位圣子 必是圣子奥体中不可缺席的一份子 圣子奥体的整体性 远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然而 他若失落了任何一部分 这一奥体的真实面目 便会显得暧昧不明 因此 在圣子奥体的所有成员 回归一体之前 我们是不可能彻底解决冲突问题的 圣子奥体的圆满及完整性 必须等到众子回归之日 方能昭然于世 圣子奥体的每个成员 都有相信错误或残缺的自由 如果他要做此选择 这一选择等于相信虚无的存在 修正得了这一错误 便是救赎 我在前面 已简短地提过心理准备的问题 不妨再次再补充几点 希望有所帮助 准备就绪 只能算是达成目标的预修课程 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人心一旦准备就绪 通常就会生出 想要完成那目标的渴望 这份渴望在一开始 难免三心两意 但它至少显示了此人 已具备了转变心念的潜力 必须等到驾轻就熟的地步 信心才可能全面展现 我们先前试着修正 你认为恐惧是可以掌控的基本错误 同时也强调过 唯有爱才能真正驾驭得了恐惧 准备就绪不过是信心的一个开端而已 你也许会认为 从准备就绪到驾轻就熟之间 还得挨过无量节的时间 让我再提醒你一次 时间与空间都操纵在我的手里 八 最后审判的意义 有一种方法能帮你修正奇迹 Miracle与怪力乱神Magic之间的混淆 就是记住你的生命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欲与小我认同 就欲容易忘掉这一事实 于是你就不得不仰赖怪力乱神来为你解围了 创造的愿力是造物主赐你的礼物 它的造化必也处处反映出它的创造旨意 无有创造力属于心灵的层次 那么你所创造的一切自然脱离不了你的愿力 无有依此类推 你个人妄造出来的一切 即使在你眼中真实无比 在上主的天心中并非如此 这一根本差异倒进了最后审判的真谛 在你的思想里 最后审判可谓是人间最可怕的观念了 这是因为你不了解的缘故 审判并不属于上主的本性 那是天人分裂之后才出现的 因此它只能算是整个救赎计划的一种学习教诀而已 正如天人分裂好似发生了百万年之久 最后审判也会延伸出等长的时间 甚至更长都有可能 唯有奇迹能够大幅度地缩短时间的长度 但这一教具只能帮你缩短时间 却无法废除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人诚心以奇迹为止 所缩减的时间必然难以估计 关键在于你得尽快有恐惧中脱身 因为你必须先摆脱了冲突的纠缠 才可能带给其他心灵真正的平安 一般人都认为最后审判是由上主主私歧视的 实际上是我的弟兄在我的协助下主私歧视 虽然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会遭到天前 其实最后审判乃是终极的疗愈 它不会定罪惩罚 惩罚的观念与证件的思维可说是背道而驰 而最后审判的目的就是帮你重建证件心境 最后审判不妨改成为正确的评估过程 它不过反映出 世上每一个人终于恍然大悟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不值一提的事 由此认知之后 人的选择能力方能接受理性的指引 若分辨不出两者之别 人的意志无可避免地会在自由与奴役状态中摇摆不定 通往自由的第一步就是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 这种分别心是正面且具建设性的 它反映出末世的真正意义 每个人最后都需要回顾自己一生所造出的一切 挑出美好的部分 妥善保存 好比上主在创造之初认可造化的美好那样 人心一旦认出了造化的尊贵 他才可能以爱的眼光去看自己的创造 他也会同时开始舍弃以前妄造的一切 那些虚妄之物一旦失去了心灵的认可 便无法继续存在了 最后审判一词的可怕处 不只是因为人们把它投射到上主身上 而是因为最后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 这充分反映出望见的是非颠倒之处 只需客观地反省一下最后审判的意义 它其实是一条迈向生命之门的道路 活在恐惧中的人 不能算是真正活过 你自己那一套最后审判观念 无法用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可是你却可以随时具体地把它套用在你所造之物 然后只让充满创造力及美善之物留在自己的记忆中 这是你的证件唯一能做的事 时间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给你时间去完成这种审判 它是你对自己的完美创造所做的完美审判 等你只愿保存可爱之物以后 恐惧在你心中便无立足之地了 这就是你在救赎大业中所肩负的使命 张杰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